同时在两岸关系发展的过程中 确实还存在一些固有的分歧和矛盾 以及政治军事等敏感问题 这些问题不解决或解决不好 将成为两岸关系发展的瓶颈 甚至影响两岸关系发展的进程 所以这些问题也不能够回避 重要的是要建立互信 为逐步破解这些难题 积累共识 创造条件 这就是采购活动 是我们统计的一部分 互相两岸的军事交流 可以适时展开 也可以适时就军事安全机制的借地问题进行讨论 昨天胡总书记讲可以从初级的做起 这双方可以在具体如何展开 双方可以在进一步的商量 只有双方认为合适都可以进行 但是我们还是始终关心台湾经济的情况 关心台湾经济遇到的各种困难 我们愿意尽我们所能 帮助台湾疏解困难 我们相信只要两岸同胞携手合作 就一定能够度过危机 赢得两岸经济的共同发展 请不吝点赞订阅